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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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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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襲 時間 3點 5 10分 嘩 嘩 嘩 本身今天要補發學 但我尾 當 差不多落堂之前 校長他宣布說 由於 於外面的局勢對視 所以說 託下宣佈 放後所有活動 包括補貨全部暫停 為什麼呢 因為 你知道今天 有人就多區發起大規模的倒路 就是製造罷工 接著 T恤也不例外 T恤他 首先就是凌晨 清晨五點幾 有人就拿一些雜物倒 倒塞冬電線路軌 然後葵方站車廂 在那個地理車廂放電燒彈 而T恤方面怎樣呢 T恤是四條輕電線 包括7月度7月5、7月5、7月5、7月1P、2月5 所以說今天上學很多人遲到 甚至我都看到今天很多人都沒有回來 但是怎麼說呢 組會那時候結束 然後一個罷課關注了那個人 所以說 我是罷課關注了那個人 你也知道11月4號 周知樂的離世 11月4號墮樓受傷 飛坦飛 11月8號 這個什麼 周知樂身亡 然後到現在為止 我們都心感悲傷 但是到現在政府仍然還沒回應我們五大訴求 所以我們會選擇一個罷課不罷惑的活動 如果你覺得有東西的話 可以隨便點信出來 既然之後說 有意罷課的人 請到之後留下 但我猜有很多人不想罷課 因為基本上要考慮一下場合 來了 然後 既然之後11點鐘收到消息 說有警察已經在北江正門 就施放多倫吹彈 接著學校的隨即宣佈 由於 七邊的局勢 國化 怎麼國化呢 他說 學校的第六課宣佈 由於外面情況混亂 和我可以在校內 午時 可以叫我去買 深北江相常發生事故 和我留在我下比較安全一點 所以我們全部高中 就第一次 是留在我下吃 好像初中那樣 我就 買飯 即是我是拿初中的飯吃的 然後在哪裡吃呢 禮堂 賦禮堂 就是我第一次說高中是留在學校吃 還有一些突發的情況 因為他說 深北江放T 啊 Gas很多 你說 你吸到之後 皮膚敏感 所以說都是避免去 但是現在我 即是稍後出一下 我真的不覺得會不會再經北江 尤其是想想一下北江 如果我們都知道 其實那些氣體 即是催淚彈那些氣體 你放完之後 它那些殘留的物質 會殘留在那個地方 即是說 如果那些催淚彈消失了之後 它會有殘留物質在那裡 即是你走過去會不會忽然皮膚敏感 這個真是一個很擔心的地步 就現在北江發生什麼事呢 沒有事 不過像戰場一樣 而九點之後到九點鐘 就西灣河就懷疑有交通警 開槍 射中兩個青年 然後倒地 甚至什麼 我都說北江 那幾個警察說放出去 但我還沒有說 不放 然後就發現 好多人都說 我撐警 我心臨 就憑我那句說話 代表我撐警 那你心臨 到底我那句說話 怎樣反映到我撐警 到底怎樣反映 那我從來沒有說 那我告訴你 我從來都沒有說過 撐警 九點鐘 為什麼 但我廣東說我不支持 但是那個人說 你的立場會是OK 收爹 算了 我心臨 到底你有什麼證據 說我撐警 只憑那句話 就說我撐警 心臨 如果你憑 只是憑一個證據 憑一句話 就可以 坐得我進去 真是 都很厲害 那我心臨 哇 11點幾 過整班同學圍攻我 心臨 我心臨 我都沒怕過 甚至沒輸過 即是 很簡單 你攻我不是攻我 那你不很簡單 你就繼續說我撐警 心臨 這是你的問題 就是 心臨 嘩 起碼有十幾個圍攻我 心臨 你覺得我好怕嗎 根本沒怕過 所以說 嘩現在還是不好 出聲好一點 我心臨 就是 每個人 都在問我 心臨 我不是說得很清楚 他說我甚麼 見到721沒有打 心臨 嘩傻的人都知道 721有打 心臨 你欺負我沒有你的新聞 我每天都看新聞 那心臨 心臨 現在跟他們說話 基本上 盡量不要出聲 因為 他有說單 他說你什麼就是什麼 即是他說你狗屎 就是狗屎 狗屎 那一句就是什麼 真的 那一句 你不是繼續說我差眼鏡 你不是繼續攻我 真的 我都沒怕過 就算你恐嚇我 我都是 完全不在乎 我都不害怕 我不是不害怕 我不是不害怕 我是怕不到